有部分救援隊做表面工作 吃完早餐 每人發了一身漂亮的救援服 站在一起拍個照片 然後中國您就趕回來了 我感謝趙立揚給送來的物資 但是這些物資沒有到災民受領 是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昨天河北保定新城村的災民 跟霸中式的災民 集體到了地方政府 維權抗議 不意外的又被武警給打江山了 這讓我想到所謂中華民族的古語 叫做什麼 打是情罵是愛 人民去罵政府是愛黨的一種表現 政府反打人民是情的反饋 這就是中國式的愛情 最近七夕快到了 大家可以參考這種方式 而中共與小粉紅搞笑的點在什麼呢 他們在網路上 瘋狂的批判我國總統蔡英文 視察難投災情的時候 面對記者跟民眾 竟然是面帶微笑的 她痛批蔡英文 是大小姐不知人間疾苦 最可悲的就是 他們連轉報台灣網友批判的言論 都要馬賽克 你看這馬掉的兩個字 明顯是總統 首先我覺得是這樣子 以前貴國的前聖上 前前聖上跟剩下下面的那些 什麼總理啊 副總理之類的 什麼溫家寶啊李克強啊胡錦濤啊江澤民啊 他們到災區視察跟民眾聊天的時候 怎麼也是笑臉迎人的談話啊 他們竟然沒有很嚴肅的跟民眾在講話 請問這些人是不是也如同小粉紅說的那樣啊 不知人間疾苦啊 來你在網路上說啊這個蔡英文啊不知人間疾苦 跟當年這些胡錦濤啊江澤民啊李克強啊溫家寶一樣 到災區還敢跟民眾談笑風聲 還敢跟民眾笑臉迎人啊去批判去批判 但是我們來回想一下啊 現任的當今聖上啊人在哪 不好意思他在北戴河度假 你們真的好意思笑話一個 災情比你們輕百倍的難投 而你們大部分的災情是人禍 你家身上在度假啦 你卻一點屁聲都不敢放 所以我說你們對中共的包容度啊 那真的是只有愛情的力量才能達到 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攻擊台灣的天災了 所以之前先抹黑哦 他也是洩喉 被打臉之後知道找其他的地方去攻擊 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攻擊台灣的天災了 只剩下這一點可以攻擊 對吧 你看他無法攻擊是人禍泄洪 因為南投在山上 你水壩在下面 你沒有泄洪怎麼往上泄 你也無法攻擊 台灣省 拿救災物資轉手變賣 或是扣押救災物資 因為我們沒有嘛 他也沒辦法攻擊 台灣軍隊啊第一時間沒有前往災區 因為第一時間就去了嘛 而解放軍根本連去都沒去 他都還是當地的武警去啦 順便去打江山 還去擺拍對不對 前幾天影片曝光出一堆擺拍的嘛 而我們的立委也會去現場幫忙 不論是物資的調度 發泛或是現場的搬運 但是你們的人大呢 市委書記呢 市長省長呢 全部都等洪水退去之後 才去現場對民眾指手畫腳 去擺拍 還說了哦 河北要當北京的護城河 對不對 你們一聲鼻都不敢 反而現在這個熱詞在微博上還找不到 然後你反過來罵蔡英文 你們好樣的耶 連溫家把胡錦濤江澤民都不裸啦 好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三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上下上 在微博上找不到 現在連講上下上都不行 上下上是什麼 聖上的名字 二聲四聲二聲 聖上的名字 念出來 二聲四聲二聲 中國人真的是夠會轉的啊 我們直接看最後一句 我吵 成千上萬的人罵我 說明我是 上下上 然後這個留言就被三鐵封號 所以我合理懷疑啊 你們攻擊蔡英文是高級黑 再暗逢你家聖上 為什麼 因為起碼蔡英文他去現場了 你家聖上連個人影都沒看到 在你們的報導裡面 你們也說我們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大陸地區的領導人 連個影都沒看到哦 作為一個濁州人 洪水褪去 躺著半個膝蓋後的淤泥 決定要回家看看 有想過什麼都沒了 再回家看一眼 你就安心了 前面那個就是我家 生活了這麼久的地方 被淹了 說實話 這有點不敢進卷 夠 不知道還戴不戴 貓肯定是不戴了 你看這牆皮全部裂開 這塊水深估計最高的時候 就有三米吧 院子裡一片狼藉 全是惡畜的淤泥 誒 罩了 狗還在呢 可以給他一點的 給 好是嗎 屋裡去看看 看著是清晰可見的水位線 看這水最高的時候到這 你不要 比我還要 這水鞋這麼高 就這一鍋 他不得吃一個兩三天的 一片狼藉嘛 狗還活著 也算是一種安慰吧 你看 牆上都有這麼厚的淤泥 半個縫子高的水位線 還有一些坦塌的圍牆 真是 太難了 你看在路上 發現每個人都在情侶 也在家 內心真是無謂雜塵 不說 有部分救援隊做表面工作 你說你們上午10點 到這兒 然後呢 吃早餐 吃完早餐 每人發了一身漂亮的 救援服穿上了 站在一起拍個照片 然後中午 您就趕回來了 那我想請問 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你們有沒有到一線 你們救了幾個人 我說這話可能有很多人不愛聽 但我一定要說 我不管後果是怎麼樣 爆了領物資的時候 你們乘車乘車的拉走 我想問問 這些物資 有沒有到咱們的 災民的手裡 如果這麼多的物資真的到了 我真的是謝謝你們 我今天就說一個真相 我明白的告訴大家 真正 沖在一線的救援隊 說我 大部分都是沒有時間 趕回來吃一頓飯 然後再趕回去 大概幾十公里 這麼來回的倒塌 可能有的救援隊 是吧 在救災任務的過程當中 趕上了咱們愛心人士的一些 咱們是商家的一些飯店 給提供一些這個 實作 咱們暫時的是有休息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個點離開這個 咱們一線的災區 大概十多公里 當你們看到 咱們災區 兩個救援隊 一起吃一盒飯的時候 你們的心 不會痛嗎 我想問問 咱們的面子工程 什麼時候才能消失 趙麗養所有的物資 說都捐到了那個災民手裡 被網爆了 但是事實是什麼樣的 讓你看一看 讓你看看 這是趙麗養 食言作中捐贈的物資 這些物資 據說趙麗養捐的物資 由他表弟親自押送 送到那個災區 那個村民手裡 我想問一問 這些物資是災區的人 又送回庫房了嗎 看看 這堆積成山呢 這麼大庫房 又送回庫房了嗎 這是親自 我越想越生氣 越想越著急呀 是吧 這些物資 都在庫房裡放著 我感謝趙麗養 給送來的物資 但是這些物資 沒有到災民手裡 是吧 我的船呢 8月1號早晨8點 就來到了桌肘碼頭 救援送物資 救完原以後 發現 拖船的拖車 被洪水沖走了 然後 就把船用兩根繩 拴在了 花田路的一個電線桿子上 等我找到船的時候 這個船 距離那個電線桿 已經一公里開外 還發現 發動機丟了 這個發動機 兩三萬塊的發動機 這個船現在慘不忍睹 你的良心在哪 而最近中國華北 東北地區啊 不僅發生了水患 山西 河南 浙江 深圳等地也出現了 維權抗議的活動 大部分都是抗議爛尾囉 斷供 銀行暴雷的問題 前幾天 天津不是發生了 多棟小區 地層下陷 牆面斷裂嗎 他們的建商就是碧桂園 那現在碧桂園建商 在中國陷入了債務危機 付不出 2250萬美元的利息債務 在香港的股市 直接跌了14%以上 前幾年是恆大 現在換碧桂園 這兩家都算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龍頭啊 中國的房地產是跟中共緊密掛鉤的 並不是像民主國家那樣大部分是自由市場機制為主 那也就是因為特色管理 所以揭穿了中共跟房地產公司 建商還有銀行三者之間在玩假的現象 以後只會越來越多爛尾樓 越來越多斷供 銀行爆雷 中國的經濟每況愈下 我們都知道拉動經濟的三大馬車是消費出口投資 但現在7月份的CPI PPI還是持續下跌 7月份的出口啊 更是創了41個月最大的跌幅 出口率啊年減14.5% 你說這個投資也是打壓名氣啊 大部分投資的都是國企 或是有國企入股為主的企業 最近間諜法又出台 那中國外管局最新數據顯示啊 今年第二季中國的FDI僅49億美元 同比去年跌了87%啊 真的夠87的吼 今年1到6月份啊 中國規模以上的公司企業利潤啊 年跌16.8% 但我們可以發現 中共的報導 還是可以把自己說成經濟在成長 偉大復興 以前的影片教大家怎麼解析過 中國的成長到底是怎麼算的吼 所以其實你點進去可以發現 又在玩文字遊戲 例如進出口混在一起說 或是單單只說某個單品的成長 不說全面的 例如購買海外的糧食需求變多了 也可以被說成是經濟繁榮 你就繼續推靈環根嘛 今年中國很多地方的收成都不太好 現在東北大糧倉也受損 你不買外國的糧食 你也要當神仙是吧 我們帶大家來看還有這個公告吼 浙江省機關要過緊日子了 怎麼過標準來了 將153家省級黨政機關 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 列入2023年評比範圍 通俗的說就是精打細算 嚴厲節約過日子 比如嚴控會議 差旅 培訓 論壇等支出 做到不該開的會就不要開 不該上的項目一個不上 不該花的錢一分不花 把花的錢都花到點子上 財政支出又將花去哪呢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發現幾點 第一點就是 所以中共你現在是承認了 你以前都是在亂花錢 對嗎 那既然你承認你以前在亂花錢 你是不是要把自己判刑 你貪污腐敗 你開了一堆沒有必要的會 然後讓大家去賺這個錢 你不把自己判刑一下嗎 再來中共今年的兩會 還有去年的二十大就已經預告說 這些公務單位啊 中國國家機關啊 當地政府跟地方政府 都要開始縮一結實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配合 這種種的大環境來看 包括這個CPIPPI持續下滑 還有這個爛尾勒房市 還有這些很多地方的公務人員 都縮一結實 還有很多地方的甚至半清 福利全部被砍 你說這樣中國經濟到底繁榮在哪裡 現在又面臨到這個天災人禍 所以有錢的想論的趕快論 小粉紅不用論 你就一輩子活在中國 希望你下輩子 還是個驕傲的中國人 像我們這種台灣人 就不配當中國人 我們太卑微了 你們自己好好的當人上人 中國人就好了 我們真的很不配當啦 好嗎 我們不夠格 所以千萬不要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會拉低你的臉 對不對 我們會拖垮你的水平 所以千萬不要再說 我們是中國台灣人 我們不配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午見了 掰 小粉紅 我會護馬 你們看 著